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上过了第十九章 最长应该是第十九章 好 那你应该就很清楚 他讲的地方 有一些程度来讲是以偏待全 我不能说他完全错 但是我只能说 他这样讲是不够全面的 就是不够涵盖全面 他如果要这样讲 不讲 不这样的一个结论出来 其实要把前提先讲清楚 先交代 好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上上礼拜这样子演讲过程里面 我觉得应该可以让大家有很多的困惑 其实我听完之后 我就觉得非常困惑的是 如果朱力这么好 朱力又可以容易待 然后呢 他又可以满足企业的需求 那银行还有竞争力吗 所以他一定有某一些的条件没有讲清楚 好 那我觉得朱力当然他有存在他的价值 但是朱力一定是什么 他给的条件 如果我是一个企业 我能够跟银行借钱 我一定选择跟银行借钱 朱力是有融资的没有错 好 所以说呢 他是借钱没有错 但是他借钱给的条件一定是相对银行来讲 是比较贵的 资金层门会比较高的 好 要不然 为什么银行还会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中间有夹缝中 其实他有点 我觉得朱力有点像什么 银行跟 也不能说地下钱庄 就是 他是给一些依银行的条件来看 他是借不到钱的人 公司来借钱 既然是这样的前提 为什么银行不给他借钱 因为相较之下 银行是一个比较保守 你给我的 我借钱给你 我可能有承受比较高的风险的话 我就选择不借你钱 所以如果你跟银行借不到钱 那你去跟朱力公司借得到钱 那对朱力公司来讲 它一定是什么 承受比较高的风险 可能会还不起 所以他们会要求的报酬 就是他给的利率 就会相对是比较高的 好 所以这是必然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当然 上次他讲的一些概念里面 我觉得有一些地方 其实是必须去澄清 我再说一次 我不能说他讲的全错 但是事实上 他讲这样的一个答案 或这样的结论之前 他应该有个前提 要有个前提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样子 我的后面的讲话 我后面给的结论也好 或给的一个评论也好 才是比较公允的 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上完了第九章 也许在你上次回忆下 你上次所听到的 中诸敌和来做的一个 这个租赁的一个行业 或者是他的存在的价值 你就可以更有判断力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第十九章 那讲第十九章 其实我不太按照他的一个顺序 我会先讲比较简单一点的 因为剩下半个小多长 比较简单的讲完之后呢 我先去喝个水 我们再开始讲比较复杂的 那我先讲股份基础给付的 给付的 我们说给付的标的如果是股票 我们就是资本公积这个股权 资本公积股份基础给付 如果给付的标的是现金 我就什么 就是负债 股票增值权负债 好 所以你的科目怎么使用完全 还要注意到呢 他的给付的标的是什么 好 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来讲一下 租赁会计的部分 好 那首先我们要谈 我们先请大家 我在讲的时候 你不用去翻书 我说了我已经不按照课本的流程 我先来讲一下 我们对租赁的 根据他的 我们会计里头 对租赁的一个判断 可以分成两类 好 比如说大家呢 如果没有住在学校里头 又没有住在家里 你就到外面租房子 好 所以我们要谈 你租了房子 租完之后 你每期付租金 然后呢 你不租了 东西收一收 房东来点交 那你就走人了嘛 对不对 这种叫做营业租赁 好 我们的租赁在会计处理方式里面 你要先判断一下他的租赁的性质 好 我们从会计 他的交易的性质里头 来决定他的会计处理 好 我刚刚讲到说 同学如果你在外面租房子 每个月或每期付一次租金 然后呢 你租期借满了 你不想租了 你这东西收一收 然后房东来看一下房子 有没有什么破坏 好 没有的话 该付给你的押金 就退完了 那就再见了 好 这种呢 我们会计里头叫做 营业租赁 好 所以营业租赁 出租人 成租人 他所付的钱或收到的钱 我们都叫做租金 成租人叫做租金费用 出租人叫做租金收入 这个租赁物 还是属于出租人的 所以折旧是出租人的 如果你租这个房子的时候 马桶 马桶不通可能是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马桶漏水了 或者是天花板漏水了 这个呢 谁要负责 是房东啊 好 所以这个我只负责付租金 但是这个如果整个使用的过程里面 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 都是房东要负责 好 那这种叫做营业租赁 因为这个租赁资产 租赁物都是属于什么 出租人的 出租人叫做房中 好 假设租的是房子 因为其实我们的租赁 不限于是房子 我们可能租的是什么 动产 像上次 因为中租笛合他讲的 其实他租的就是动产比较多 好 所以机器啦 交通工具啦 运输工具啦 这种都算是 就他们承受的比较多 好 因为呢 如果你有不动产 不动产可以去借钱的话 其实银行通常会借你 因为不动产 他比较好评估他的价值 所以如果你有不动产 百分之九十九 你都可以跟银行借到钱的 好 因为不动产的抵押 银行比较喜欢乘付 因为他的价值比较确定 好 所以呢 租赁公司绝大部分 他承租的 或者他的对象 交易的对象都是什么 动产 什么机器设备啦 交通设备啦 交通工具这种才是 好 那营业租赁 我们刚刚讲的 所以房客每一次 或每个月或每一期 或一年付租金 那房客一开始就付 我们就是什么 好 预付租金 就回到我们初快开始讲的 账务处理了 期末再去做调整 房东收到 一开始先收到的租金 就预收租金 期末再去做调整 好 预收租金 转为租金收入 预付租金 调整转为租金费用 好 那我们再谈一下 押金是什么 好 押金 如果是存租人付 押金给房东 对于存租人来讲 这个叫做存出保证金 我钱存出去 放在房东那边 叫做存出保证金 存出保证金 是一个资产性质的科目 它是资产 房客吧 就像你们去租房子 然后房东会跟你讲说 我要收押金两个月 好 那你付这个押金给房东的时候 我们叫做存出保证金 好 那房东就是存入保证金 所以叫保证金的时候是 当我租旗借满了 好 原则上 房东就要把钱还给房客 所以对房客来讲 这是什么 他的资产 因为这笔钱还是我的 只是暂时放在房东那边 那房东拿到这笔钱 不是他的 所以他叫做存入保证金 我只是暂时保管这笔钱 为了要还给房客的 好 那如果 房东说 好 那 这个押金呢 好 未来最后两个月 比如说一般来讲我们的押金 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去外面租房子 那押金通常是两个月 那两个月可能房东会跟你讲说 那押金后面就顶你的租金 也可以啊 好 假设房东对你觉得挺放心的 他只是担心说 挺放心说你不会去搞破坏 把他的房子弄坏 因为押金的目的是什么 押金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有没有破坏 就是恶意去破坏房子 所以他要修缮 好 所以他就从你的押金里头扣 另外一个押金的目的是 因为像我们的水电费 好 都是 比如说六月份可能是七八月才会有账单 所以我怎么知道你这段时间 用了多少的水费电费之类的 所以房东就会把这个押金先留下来 到时候去付你的这个 你使用期间的这些水电工用失业费用 好 所以这个是押金可能用的用途 那如果是这样子 押金可能会抵你的租金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叫存出 也不叫做存入 对于房客来讲 我叫预付租金 我先把租金拨出去了 未来会转为租金费用 好 那房东来讲 我先收他这笔钱 因为到时候不用还的 我是未来怎么去抵他的租金 所以我是预收租金 所以完全要看 双方条件是怎么定的 没有死的东西 没有说一定是这样 完全要看 双方讲好的条件 是什么来决定你的会计 怎么记录 好 才能够允荡反映出 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事实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假设 我记得蛮久以前 大概在20年前 就在大力旁边 现在那个有一家 现在还有一个嘛 这个 台湾中好企业银行 在那里 那我之前有一次 不知道听谁讲 我当时候他租 在延城区那边 他是大概20几年前 才从延城区搬过去 他在延城区那边的房租 他说一年是给 一个月 一年好了 一年是算他三百万 但是他先存一笔钱 假设是一千万 放在房东那边 好 那你想想看 存这笔钱一千万不少啊 好 而且那时候的利率 没有那么低 那时候利率假设还有五% 应该那时候讲的时候 利率还有五六% 那所以呢 这一千万存在房东那边 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他一年收他的租金五百万 其实相对于市价来讲 是比较少的 为什么他房东愿意 收比较少的租金 是因为他先存了一笔一千万 他在这边 所以房东可以把这一千万 拿去银行存 他可以获得利息收入 他可以赚到利息 所以他拿到这个利息 其实就是一个租金收入的概念 这样听懂吗 也就是说 假设他当时候租的这个空间 这个位置 他可能一年可以收到的租金 应该是六百万 那今天他只 房东呢 只跟房客收五百万 他少了一百万 那房东呢 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也不是做慈善事业 你也不是慈善机关 所以他是说 你就一千万 放在我这边当押金 然后呢 你不租的时候 再把一千万 无息还给你 那一千万存在银行 都会有利息啊 所以房东想 房东的想法就是 你把钱存在我这边的一千万 产生的利息收入 就是当做收到的利息 就是你的租金 因为到时候我是一千万 无息还给你啊 所以这当中的利息收入 就是房东的租金收入 那房客 虽然我只一年付五百万 事实上我承担的租金 就不是五百万而已 因为我把一千万拿到银行去存 我会有利息收入 所以这个利息收入我没收到 可是事实上我应该是什么 表示应该我有收到 只是我去抵我的租金 所以我到时候会承认什么 借租金费用 带利息收入 那房东会什么 借他收到利息 是借现金带利息收入 但是七张这个利息 等于是什么 他跟房客借的钱类似 所以他会有借利息费用 带租金收入 这是如果你有比较大的一笔 存出保证金或押金 看大家习惯讲押金 那你放在房东的这个账户里头 会有房东来保管 那这当中就会产生的知习 这个知习就是抵你的租金 所以看一下这个题目里 例子里头讲在哪里呢 我们先看到的是398页 好 398页第二个就讲到押租的处理 就我刚刚讲的 那我们就不看 不讲那个文字 所以我们看一下呢 事例一 事例二 好 讲到这两个例子 我们就把 还有事例三 因为都是还是营业租赁的 只是讲成租人出租人 好 那就是把这个部分就先结束 营业租赁比较简单 他说永珍公司呢 他曾租了机器 然后签订了一份不可撤销的租赁合约 好 租期从X60的7月1号开始 租期三年 然后租金的几费方式是每一年的7月1号 付10万块 那资产的状况 公民价40万 好 进行2008年没有残值 然后出租人的隐含利率 跟曾租人的借款 增和借款利率分别是10跟12 好 然后并没有优惠的认购权 也没有优惠的去租权 也没有保证残值的约定 然后租金期间呢 他的履月成本有成租人支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边呢 我们要去判断 他是一个资本租赁还是营业租赁 如果我们先讲一下 虽然说我们先从营业租赁开始讲 可是要怎么去判断营业租赁呢 就是这个租旗借满了之后 这个东西就还给出租人 好 那 成租人跟出租人之间 没有任何其他的协议 也就是说 如果租旗借满了 成租人要再去租 然后就是什么 他要跟一般的人去竞争 就是说 你要负得租金没有特别的便宜 那也没有保障 你一定可以拥先去续租 好 就是跟一般的条件的文权一样的 那我们就是叫营业租赁 那这个例子里头 他给我们这些条件里面 其实我们都可以判断的出来 他就是一个什么 营业租赁 因为租三年 这个资产可以用八年 好 然后租旗借满的时候 他没有优惠的认购权 也没有优惠的续租权 续租的意思 优惠的意思是说 百十万块 对不对 你如果要继续租的话 我从十万变成五万 以下降一半 好 这是优惠 但优惠不是说十万变五万 就叫优惠一定要 所以优惠一定是比 当时候相同条件的 其他的租赁合约的租金 还要便宜才交优惠 好 所以不是说我十万变五万 就一定是优惠 一定要跟他的其他的 相同条件的租赁合约 他所付的租金 相对于是便宜的 那就是叫优惠 好 所以这些条件里头 可以看到 他只是一个什么 一般的租赁而已 好 所以他是借租金费用 带现金 好 当然你也可以写 借预付租金 带现金 那十二月三十一号 他去做调整 那一样 他如果是七月一号 写借租金费用 他期末十二月三十一号 他就要什么 做调整 好 这是书块里面所讲过 我就不去讲了 好 好 那再来就是 刚刚看到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虽然给了很多的文字 可是 他只是要让你去判断 他是不是一个营业租赁而已 好 那中间有一个计算 目前也先不管他 好 因为我会来讲资本租赁的时候 就会来看他怎么去计算 所谓的 最低租赁 租赁的最低几副值 怎么算 好 那再来事例二就说 他所押租的问题了 好 X6年7月1号呢 他用营业租赁的方式 好 然后前面 第一 施例一没有跟你讲 他是一个营业租赁 因为他要你判断 那施例二就直接告诉你 他是一个营业租赁 所以表示你不用判断了 好 他就是一个营业租赁 然后现在呢 租金呢 是清理的时候 支付的押金三百万 然后租赁期间 不另外支付租金了 好 那三年之后呢 他就是把 就是这个三百万就必须无息清偿 好 无息支付 还给那个 这个永振公司 好 那知道三年期银行的定期存款是2.5% 所以一开始 插六年一开始 他做这个租赁的时候呢 他是就永振公司 借存出保证金贷现金 然后对于这个宏基公司呢 是借现金贷存入保证金 因为他是拿到钱的 好 那插六年底的时候 然后他就必须根据这个银行的存款利率2.5%来设算利息 好 所以他是蛮简单的 我就不写了 好 你可以看一下呢 因为还是7月1号开始 所以三百万乘上点025除二 所以你可以看呢 我插六年底的说是借租金费用 但是这个费用花生你有没有付钱 没有 因为你是产生利息收入来抵 因为三百万的2.5%半年的利息是三万七千五百 好 所以永振公司是借租金费用 这三百万到时候无息还你 这当作你不用付租金 有这么好的事吗 当然不是 就是拿三百万所产生的利息来抵你的租金 所以我是借租金费用带利息收入 那对于这个宏基公司来讲 我收到这三百万我就要给人家利息 所以他是借利息费用 但是他有没有给人家钱呢 承认这个费用没有付钱 没有 所以他是贷租金收入 好 所以这是两个公司的写吧 好 到说还的是 就是借现金贷存出保证金 那出租人就是借存入保证金贷现金 就这样 就是前面怎么写后面怎么写就对了 好 但是前面他讲的是 主要是讲 乘租人的立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出租人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相同于施利二 好 施利二呢 他是不是有这个买 就是 他是一个营业租赁 好 施利二呢 就是他是一个营业租赁 好 然后呢 用四十万 好 以四十万供入这个出租的机器 好 就是 宏基公司呢 是把这个机器呢 借给永珍公司 好 他差六年七月一号 用四十万买进来这个机器设备 所以是借机器设备 带给现金 但是这个机器设备 他是要租给人家的 所以他可以借出租资产 代取机器设备 好 因为这个机器设备呢 基本上也可能 宏基公司他本身 他也有自己要用的机器设备 那他的机器 他要把这个机器设备 跟他自己用的把它分开 所以他把这个机器设备 我先界定他是一个出租资产 好 然后代取是机器设备 好 然后呢 我花了四十万 好 然后我收到 因为他是一个营业租资产 所以是 他收到呢 是三百万的存入保证金 好 接下来看一下呢 他买这个机器呢 他可以用几年 他这个机器可以用八年 好 那八年呢 第一年他是半年而已 假设直信法 四十万 机器八年之后的残值是零 所以直信法体贴折旧 就是四十万 除八 除二 所以每年体贴的折旧 折旧费用就两万五 好 因为他是一个营业租资 所以这个租资物是属于什么 出租人的 所以折旧费用是 出租人要提列 好 所以这个资产是出租人的 所以出租人就要提列 折旧费用 所以轻易特别留意 这个资产是归在谁的头上 那就由谁来提列 折旧费用 这个是营业租资 这个租资物还是属于出租人的 所以是出租人来承认折旧费用 不会收到租金的现金 所以一样跟前面的永贞公司一样 所以他等于是跟永贞公司借三百万 他每年要付七万五千的利息 来抵他的租金收入 就这样了 好 好 那里面有什么问题 这很简单吧 我都没有写黑版 没有写白版 可以吧 可以吧 好 因为这有点像出话里面的东西 好 出话里面所讲的东西 所以我就不另外去写 所以一开始 你只要界定 你只要知道它是个诸令 然后你先界定 它是什么性质的诸令 它是营业性质 营业租令 营业租令 还是不是营业租令 好 那什么叫营业租令 营业租令 营业租令基本上 比较简单的判断就是 这个租令物 你借的时间不长 第二个 这个租令物租旗借满 你就必须还给出租人 或者是你要续租也可以 但是你没有特别的条件 好 出租人没有 因为前面是你租的 所以我现在租给你的时候 一定要让你有优惠的续租权 没有 所以这个 我们就把它界定为营业租令 好 那我们就分 未来不管是什么样的租令 假设租令是什么 有成租人 有出租人 它的两边会计处理 另外这边我要特别提醒你 因为出租资产 出租令物是属于出租人的 在营业租令的时候 租令物是属于出租人的 所以折就 这个资产是属于谁的 谁就要提列 折就费用 所以是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因为未来我们在讲 资本租令的时候 会用到这样的观念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 所以这个营业租令 我们就这样讲完 我们待会也要进入这一章的重点 好